转去爱 哎呀 现在是云 欢迎欢迎 云在东京 谢谢 来脚凉不凉 不凉挺好的 觉得黄英一脱掉高跟鞋 站在地上唱歌 有一种接了地气的感觉 这让我们听得特别踏实 但是呢 就是确实也看出 个子还真是很娇小 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了 那个 其实呢 黄英自从很争气的 进入到我们全国十强之后 就成为了 他的家乡曲线的骄傲 其实刚才在短片里面 我也看到 我相信此时此刻也是这样 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 在他的家乡 在很多广场都会有 很多很多的曲线的 父老乡亲聚集起来 在那边看我们的节目 来为黄英加油 而且呢 今天还有二十位父老乡亲 那么远的来到了现场 而且呢 爸爸还特别交代他们说 先不要让黄英看到 免得他 因为看到父老乡亲 他就很感动 怕影响到唱歌 所以他们都躲在后排 现在唱完了 来 大家向黄英挥挥手好不好 哇 听说哥哥也来了 是不是 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哥哥 那个穿白色衣服的 是哥哥啊 是不是有点想家了 其实 嗯 要跟老远来的 父老乡亲 要跟大家说什么 欢迎 我想回家 想回家 这次爸爸煮了好吃的菜 送到长沙来 是不是就更想家了 嗯 以后多的是回家的日子 这个时候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 你代表 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 好好把歌唱好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好好加油啊 不哭啊 好 没关系 其实呢 每个地方都能够有家乡的味道 有可能是一碗菜 有可能是一句家乡话的问候 是 有了家乡的味道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有这么多家乡的朋友 站在你的旁边 好好的唱歌 他们会听到的 而且你从来都不寂寞 其实你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的祝福和力量一直都在 那这下我们看看评委老师 如何点评 好 谢谢 谢谢 我想在台上比赛 跟表演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它有太多的客观的因素 那么刚才 黄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相信台上的这个反送的喇叭的状况 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影响到你的听觉 那么乐队演奏的是非常这个 爆炸性的摇滚方式 那所以 你会跟他们对抗的时候 而音准有了偏差 在高音的部分真的有了偏差 但是 我却觉得你的表演非常的人性 你出场的时候 大家给你的掌声 是因为你的歌曲 你的表现 跟他们的生命有了连结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不是假的东西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你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歌手 因为 也许有人觉得你只会这一招 但是如果这一招做得好的话 大家都认得你是谁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讲 好过走别人要你走的路 自己埋怨自己 你要加油 说得好 谢谢老师 坚持自己的个性 那下面轮到我们大众评审团的朋友们 来 各位请举牌 好 应该是 45位 好有45位 45位 大众评审 非常高的票数 那接下来 轮到我们的 专业评审团的朋友 来 请举牌 36分 哦 34分 对不起 34分 34分 好的 34分 那这个时候 又轮到我们的专家评委了 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 非常想知道 黄英 光着脚丫唱的这首 太阳出来喜爱 最后能得到多少分数 我们不如给一点点时间 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他们猜猜看 我们的评委 四个人会打多少分呢 对 也给时间呢 让黄英还是找双鞋子穿上 不然老站在这儿 很容易着凉 来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待会见 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分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刚刚演唱过的 五位选手的得分和排名 哎 在黄英之前演唱的有 09号江艺荣87分 排在第一位 接下来刘希军77分 李萧云72分 潘丽娜61分 而潘成的分数比较低 38分 多多加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来为黄英举牌了 首先是春晓老师 请举牌 三分 起弦 三分 高晓晓老师 三分 黑男 来我在举牌之前 一定要说明我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黄英 你的唱法 我首先表明 我很喜欢 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 非常好的一种 自我表达的一种演唱方式 但是 我认为你在这种演唱方式上 还没有达到 至少还没有达到及格 为什么 因为你在台上听反听 如果听不到的话 那么这个台 同样的也给了别的选手 像江艺荣那样的 完美的演唱 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因为他也听不到 反听里面自己的声音 而如果说乐队的伴奏 有问题的话 恰好 我觉得今天的乐队 是最完美的演奏 最完美的演奏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 自己有缺陷 而不能够及时的去发现它 去弥补它 从而使自己完美的话 那么 听别人的话 穿别人的鞋 走的是自己的路 那你就倒霉了 哦 所以我 我这个 零分 其实是给你的鼓励 希望你加油 好 黄英加油 好 拿到的是9分 那么最后得分应该是 88分 88分 非常高的分数 好的 那么 恭喜黄英了 多多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 继续的 要告诉大家了 各位 喜欢我们比赛当中 哪一位 快乐女生演唱的歌曲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 显示的方式 来马上下载歌曲的彩铃 来进行分享 大家请看 记得如果你有什么话 想对我们快乐女生说的话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交流平台 还有机会获得 Sony笔记本电脑 以及自然堂超级青春礼盒 你还可以免费下载 芒果移动平台 了解快女资讯 互动的方式 同样 请看屏幕下方 大家当然也可以登陆到 去游网 也就是myspace.cn 或者是e-fans.cn 来加入我们快乐女生的歌迷俱乐部 有机会清零现场 好 继续听歌 接下来是03号的选手 郁可为 同样来自成都 在他眼中 他的家乡有什么不同呢 请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郁可为 那我的家乡在四川成都 这是一个相当巴士的地方 这里的人们 懂得如何享受生活 如何享受音乐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乐队 我的这个乐队只有三个人 有些时候就是急性的 想到一个旋律或者什么 然后大家就会聚在那里 弹一弹 唱一唱 聊到高兴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吉他拿出来 然后弹一弹我们喜欢的歌 还有我们的原创 经常聚在一个小小的路边摊 然后吃着东西 然后聊聊 聊东聊西 总之就是聊音乐 成都呢 无论是小众的音乐 还是大众的音乐 都非常的包容 就像成都的人一样 所以我觉得成都是 一个相当巴士的地方 你们的兄姐 兄弟们支持你 都是宇国伟 内曾多 兄姐 请听预可为 荣花 大众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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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荒唐 那是一青春如风 轻转凌路将花开 离离雨险去那种草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Zither Harp